好 我们下一张是货币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 这一张呢 首先显然是为了讨论一个政策问题 对吧 我们要讨论政府怎么样来干预宏观经济 那么从理论上讲呢 我们也需要扩展总需求理论 我们上一张重点是总供给理论 总需求我们上一张说了 我们只是非常简单的做了一些解释 那么这一张呢 我们要对总需求理论给出一个更好 更仔细的解释 这个也是服务于我们这个目的 因为我们要讨论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 那我们就有必要对真正影响总需求的传导机制 这个宏观经济学还有一个词叫传导机制 就是因为任何影响都是有些中间过程 我们要把这个中间过程呢 做更仔细的描述 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理解政策是怎么样影响这个 最终会怎么样影响总需求 我们的出发点是说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总需求 即便政府不做任何干预的话 总需求也会发生波动 这个是坎斯也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他甚至认为人有时候是有什么叫animal spirit 动物精神 这个汉语翻译出来非常别扭 动物精神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animal spirit 人有时候像动物一样行动 就是没有什么理性 这个有时候过于乐观 有时候过于悲观 这个我们经常看什么房住房泡沫 对吧 其实就是也可以说是一种animal spirit 大家明明知道一个房价不可能无限制的涨上去 但是大家还是会去 去追捧去炒作 像股票也是 中国的股票前几年四千点 对吧 大家都还是疯狂的去购买 这都可以归成是一种animal spirit 所以由于这样的一些影响 人们不理性 或者说是过于乐观 过于悲观 那么就会引起总需求的变动 所以这个时候总需求的一些移动 被看成是一种无畏的移动 或者用微观经济学可以看成是一种畏损失 但这个畏损失意义不一样 就是说凯斯认为 人们这种一些非理性的一些 这种总需求的移动是没有道理的 是应该通过政策来进行干预 而使得它稳定 就像股市有泡沫以后 我们需要打压股市 或者说房市有泡沫的时候 我们需要打压房市 有点这个意思在里边 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的话 就会出现短期的经济波动 当出现泡沫的时候 经济就会过热 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很富有 这个经济过热 或者相反 人们又过于悲观 当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 本来经济已经出现萧条 人们还进一步的减少消费 进一步减少投资 这样这个经济可能会进一步的衰退 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是一些过度的反应 对吧 人们总是过于从过于乐观到过于悲观之间 那么这样的经济就会发生比较大的一些波动 可能完全没有必要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有政策就需要干预 政府就应该在经济消掉的时候呢 去阻止经济进一步的下滑 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呢 事先来防止它的过于的高涨 对吧 这样最终能够实际上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对吧 能够防止人们在经济波动当中受害 对吧 因为经济波动带来收入的不确定 甚至对某些人来说 可能有终身的影响 比如说金融危机毕业的这些学生 对吧 可能他们对他们一生的职业选择都会有影响 我们还是希望经济平稳 我们不希望说今年投资银行人一个都不要 明年就要很多 对吧 这个我们希望是个平稳的 这个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目标 我们先来看 我们有两种政策 所以宏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有两种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所以我们国内的经常搞混淆 因为我们是从计划经济时期过来的 计划经济时期 微观和宏观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计划经济时期 每一个企业政府都可以控制得到 所以那个时候不需要区分什么是微观宏观政策 当我们说要紧缩经济的时候 可能理解为就是要对每一个企业下一个指令 要求你减少产量 就像98年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 这个煤炭行业 这个煤炭部可以发一个指令说 要求每一个国有重点煤矿现产 把这个每一个企业应该生产多少煤 列一张表 你去查 绝对有这个文件 去年生产多少 今年生产多少 都给你规定 这个也被看成是一种宏观政策 因为遇到了经济波动 我们要减少产量 所以在这个计划经济时代 微观宏观政策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市场经济时期 我们就有区别了 宏观政策是对经济整体发生影响 它本质上不区分企业 不会说对每个企业发一个不同的指令 或者怎么样 是希望影响经济整体 人们总的需求 这样的一些政策 所以宏观政策怎么来区分呢 就是宏观经济学强调宏观政策 就只有两种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所以任何其他的政策 都应该这个 好像是没电了 我们的还是有风险防范的措施 只能拿这个 这个表面对这个拿着 所以我们只能 放在这比较好 只能采取两种政策 是被称为是宏观的政策 比如说我们对某一个行业的一些政策 我们不能称为宏观政策 所以我们在讨论区上放了一个 钱老师写的一个文章 就是等于是个批判 就是说国内的人经常把宏观和宏观政策 混淆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节课就要注意 就只有两种政策 我们把它看成是这个宏观政策 我们先来看这个货币政策 那么货币政策就是说 顾名思义就是要改变这个货币的数量 来这个影响这个总需求 这个地方有一个参照系 就是说在长期当中 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分析 货币不影响产量 只影响价格水平 所以我们这个分析要是说 要合理必须要得出一个 长期来讲货币中性的结论 这样才能跟我们前面讲的相吻合 但这个结论其实并不难得到 为什么呢 我们仔细想一下 任何总需求的移动 最终都不会影响产出 最终都不会影响产出 对吧 总需求移动最终都是会回到 自然产量率 所以这里边可能就隐含了 货币供给的增加 虽然它会短期内 会移动总需求带来产量的变动 但长期内呢 它应该不会引起产量的变动 所以这个是可以和这个 长期的货币中性 比较容易就可以稳定 那么短期呢 我们说它如果能够影响 总需求的话 它就有可能会影响产出 所以我们这个的 这张的分析 我们不再重复上一张讲到 我们说这个货币供给 假定它影响总需求了 短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长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我们假定在上一张分析 总需求变动的时候 已经明确了 所以这一张我们主要需要强调 或者说分析 货币政策为什么会影响总需求 当我们明白货币政策 为什么影响总需求以后呢 剩下来的分析 就都是跟上一张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强调是利率效应 利率效应 来影响 这里边有一个新的理论 这凯斯提出来叫流动性偏好理论 叫Serial Liquidity Preference 它解释了利率的决定 这个地方为什么又提出利率这个东西来呢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利率对于投资是有影响的 当利率发生变动的时候 企业的投资需求会发生变动 而投资需求的变动呢 会引起总需求的变动 而我们知道 在我们最开始讲短期经济波动的时候 我们已经提到了 投资的波动实际上是宏观经济波动的 最重要的因素 因为消费它的波动是比较小的 投资的波动比较大 所以能够解释投资波动的理论 相对来说就是 对总需求变动的一个比较好的解释 所以凯斯的理论实际上指出来说 总需求为什么会变动呢 实际上很大的原因就是 有个中间的变量变动 这个中间变量就是利率 当然有的一些政策 或者有的一些经济上的一些波动 它影响到了利率的话 它就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总需求 所以这地方它是找到了一个传导机制 这个传导机制就是利率 通过利率影响到总需求 所以我们这个是有一个利率决定的理论 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就可以分析 总需求的影响的因素 所以就扯到了利率上 所以利率调整平衡货币供应 我们待会就来重点讨论这一条 那么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澄清 就是我们的讨论当中 民意和实际利率不做区分 这是一个非常可能让你难以理解的假设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短期 在短期当中我们假定物价水平 或者说通货膨胀率基本不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民意和实际利率就会是一致的 当然这只是短期 长期当中我们说宏观经济 它可以调整 调整的结果呢 还是符合所谓的废血效应 长期当中民意和实际利率不相等 民意利率可能会随着通货膨胀率变动 而实际利率不会 所以这个是长期依然是对 我们可以证明甚至 我们一直在考试题里面 让大家证明一下 废血效应在长期依然成立 但是短期呢 我们还是可以允许 这个民意和实际利率是完全相等 而通过膨胀率呢 确实不变 我们这个模型是要有一个利率决定的模型 这个利率怎么决定呢 用货币的供求来决定 所以这个有点别影 在长期我们有一个货币供求决定理论 是决定物价水平 但是我们这短期来讲 我们是有利率的一个决定的理论 所以货币供给中央银行控制 这个有三条 这个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我们强调的是 简单的就是说 它是外生的 货币供给只是由中央银行来决定 跟利率没有关系 这是我们需要的 至于它怎么具体的来控制 我们并不关心 还是垂直的 所以既然货币供给只有这么控制 它跟利率没有关系 跟其他任何的经济变量没有关系 所以它永远都是垂直的 好 货币需求 那么在短期呢 当然货币需求取决了很多因素 这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 利率 价格 产量 什么ATMG的普及程度 但是在我们这儿 凯恩斯的这个理论当中 强调的是利率的影响 利率的影响 所以多种因素都会影响货币需求 没有人会质疑这一点 但是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时期 他们强调不同的理论 凯恩斯就特别强调在短期内 利率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具体来说很简单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 利率怎么样影响货币需求呢 人们持有货币是有流动性偏好 需要流动性 那么人们持有货币呢 又带来的一个机会成本 就是丧失了 以其他的有利息的资产 持有他的财富的一个收益 你有一百万的财富 你可以是把它更多的变成货币 或者更多的变成股票债券 或者其他的资产 那么你每增加一单的货币 你就减少了有利息的资产 你的损失的机会成本 就是利息率或者就是利率 所以利率的上升 就带来货币需求的下降 因为机会成本上升 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trade off 增加货币 就损失了其他资产 就损失了利率 所以利率就是货币的 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 所以利率上升 带来货币需求的下降 很简单 所以再能够出一个均衡来 货币供给和利率没有关系 货币需求随利率下降 这样供求曲线平衡 决定了利率 所以发出一个货币市场均衡 这地方有市场两个字 货币市场均衡 那么纵坐标是利率 横坐标货币量 供给曲线是垂直的 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 这样就有一个均衡的利率 其他的利率下 R1R2都不均衡 唯一在一个R星 Rstar 均衡的利率 这个地方还是要仔细想一想 我觉得这个图 就是说这个市场供求理论 很容易就过去了 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了 所以有一条需求曲线 但是这背后的故事 一定要好好想一想 红观经济学 它的一些道理 和微观经济学 并不完全能够对 所以这地方货币市场 是个什么市场 其实也本身值得怀疑 对吧 这个 当然现实当中 我们也经常听到货币市场这个词 有货币市场这个说法 它通常指的是一些短期借贷的市场 比如说我们把它称为叫货币市场 好 所以这地方可以看啊 这个地方是 如果有一个比较高达而已 这个时候利率比较高的时候呢 货币需求就比较小 对吧 当银行存款 比如想象成当银行存款利率比较高的时候 人们就把更多的钱存到银行 所以货币的需求比较小 这个时候货币的供给又比较大 这一个叫流动性过剩 我们经常听一个说法叫流动性过剩 意思就是说这个经济当中的货币的供给量大于需求量 所以这个经济当中有很多的货币 但是呢 人们需要的货币却比较少 那怎么办呢 人们就把这个 你可以想象成政府塞给大家很多货币 或者直升飞机撒货币 但人们不需要那么多货币 怎么办呢 人们就把多余的货币用来干什么呢 用来去买有价值的资产 因为这个时候资产的利率比较高 这个RE还比较高 所以当利率很高 人们就会觉得股票债券 银行存款都很有吸引力 持有现金就是一种财富的损失 所以就把这些钱拿去买股票买债券 存到银行 那么你拿去买股票买债券就带来什么呢 股价就会上涨 人们手里有很多现金 没有地方花就拿去买股票 股价就上涨 或者买债券 债券价格也会上涨 或者存银行 这个银行利息会下降 所以你买股票股价上涨 债券债券价格上涨 都意味着利率下降 股票价格涨就是利率下降 对吧 同样的回报里 你现在花更多钱买一张股票 利率就下降 所以这就利率就会下降 所以这个就符合这个市场理论 对吧 当利率太高流动性过剩 人们就把自己的现金变成有价值的资产 这样有价值的资产的价格就会上升 反过来呢 有价值的资产的利率就会下降 所以这个RE就会慢慢的趋近于均衡利率 或者有相反的情况呢 R2就会利率就会上升 所以流动性过剩流动性不足 都会带来利率的变动 最终会导致均衡的出现 这个过程本身是可以直观上可以描述的 好 我们下面用这个理论来解释 总需求的很多问题 都可以通过利率效应 或者这个货币供求均衡 或者说要流动性偏好理论来加以解释 那么我们要解释的第一个事情 就是总需求为什么向下倾斜 我们说总需求向下倾斜 就是指的价格水平怎么样影响总需求 那么传导机制有三个 财富效应利率效应和汇率效应 但是我们这特别强调利率效应的传导的作用 所以我们下面重点来讲这个利率效应 就是为什么价格水平会影响利率 进而影响总需求 简单说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呢这个我们图形待会就马上可以看得到 价格水平引起了货币需求的增加 作为其他因素 因为货币需求有很多影响因素 价格水平是其中之一 它的上升会引起货币需求的增加 这样呢会引起利率的上升 最终呢会带来总需求的下降 所以基本的逻辑就是这样 所以这样我们就最终得到一个价格水平和 总需求的负关负向的联系 通过利率得到一个负向的联系 所以画出这样一个两幅图 左边是货币市场均衡 右边是这个总需求曲线 我的目的是要通过左边这个图推出右边这个图的形状 所以我假定经济有一个初始的状态 价格是P1产量 需求量是Y1 这个时候货币市场均衡在R1这个地方 然后呢我假定价格有一个上升 这个很难理解啊 这个地方我告诉大家 这个P1到P2是怎么变动的 我们要找一个外升的价格上升 对吧 因为对方我是需要分析价格上升怎么样影响总需求 所以这个价格上升应该是外升 是因为外边有一个冲击过来价格上升 我这时候要看怎么样影响 这个总需求 所以这个你要找一个外升的价格上升很不容易 因为价格在经济学当中很少是外升的 所以呢 实际上如果你非要让我讲呢 可能我就会说是总供给的一种移动 对总供给的一种就会引起对于总需求来说价格是外升的 比如说石油危机就会引起价格上升 那么当价格上升以后呢 我们会说人们就需要更多的货币 因为你们要买同样多的东西的话 他们就需要手里持有更多的货币 所以在左边这个图上引起货币需求增加 即便利率不变 为什么呢 因为利率虽然不变 但是我要买更多的东西 维持我的生活 我还是需要更多的货币 好 所以给定利率下货币需求增加 所以反应为货币需求曲线 那么最终呢 这个货币市场它会调节这种情况 对吧 在这个更大的货币需求下 由于货币供给没有变 那么人们就不得不变卖债券股票 比如说对吧 跟刚才的过程相反 变卖这种股票吧 银行存款取出来 所以这样就会导致利率上升 所以这样的利率上升 最终会使得新的这个供给和平衡 这时候供给其实没有变 无非就是让需求下降 重新回到原来的这个货币的数量 所以带来利率的上升 抵消货币需求的增加 那么这个利率上升呢 就会引起产量下降 这一步没有图形 这个只是从一个直观上来描述 就是利率上升 投资需求减少 所以引起这个总需求减少 所以总需求从Y1减少到某一个数值Y2 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 当价格从P变到P的时候 总需求量 从Y1减少到Y2 所以这样就得到了一个 向下倾斜的总需求曲线 所以逻辑上就是价格上升 货币需求增加利率上升 总需求下降 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 所以这总需求曲线通过利率效应得到解释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相对性的例子 也可以说是一个 对于我们上一章讲的内容的一个 更仔细的解释 就是为什么价格水减会引起总需求的变动 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举手 这个地方 我知道是很难的 货币供给 我们下面来讨论 这两个讨论都是围绕这两个图来展开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货币政策了 所谓的货币政策就是影响货币供给 很简单 但是它的机制实际上在宏观经济学出现以前 没有人能够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所以很简单 政府可以通过三种手段来改变货币的数量 那么这些办法都可能影响到宏观经济 这个地方我们是从货币供求图形上 就可以看到货币供给增加 会引起货币供给曲线移动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时候货币需求没有动的话 利率会下降 这样会导致总需求增加 所以整个的这个逻辑串起来 就是货币供给的变动 会移动总需求曲线 通过影响货币市场的均衡利率 就可以影响到总需求 图形 还是刚才那个类似左边是货币市场 右边是总需求曲线 如果我们把右边这个图再做一点加工 我们就可以把总供求模型放进去 对吧 所以右边这个图完全可以把总供求曲线画出来 还可以画出短期总供求曲线 然后我看货币政策影响的时候 对吧 就在这两个图上我可以一次性的把所有的影响都表示出来 但是我们这个当然为了简化分析 否则我们这节课也不要干别的 把这个图讲清楚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把总供为曲线暂时就没画 我们只是考虑短期 对吧 就是如果发生了货币供给增加 总需求会怎么移动 我们不讨论比如说短期的产出会怎么变 短期的长期的产出会怎么变 这个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图形的进一步的扩展 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分析 所以我们只是做了前面几个步骤 后面几个步骤 大家可以自己回去思考 就把这个总部局画出来 分析均衡的变动 所以现在是移动了货币供给曲线 货币供给增加 利率下降 这都非常直观 左边这个图看起来很简单 这样会在右边这个图上产生一个总需求移动的效应 在任何给定的价格水平下 政府突然增加货币的供给 就会带来总需求的变动 带来总需的变动 带来利率下降 进而引起总需求的变动 这个我们前面讲的直升飞机撒钞票的故事是一致的 我说假设直升飞机撒掉一些钞票 在给定的利率水平下 就会带来超额的货币供给 人们在这个利率下 人们不愿意持有这么多货币 人们把这些货币拿去借给别人 存到银行 因为在这个货币水平下 这个利率水平下 人们只需要那么多的货币 多的他们都觉得没什么用 所以这样就带来利率的下降 人们把钱借给别人 有更多的钱可以拿来借 利率下降 存到银行 银行说我不需要那么多存款 那我就把利率调下来 然后这种调地的利率 会刺激人们的投资需求 会刺激人们的投资需求 所以这样就会引起总需求增加 只不过在长期的时候 我们还加了一句说 总需求增加不影响产出 为什么呢 因为产出由自然产量力决定 那等于飞 就是加上一条说 在长期当中总共的曲线是垂直的 所以长期当中总需求变动 不影响产出 但是实际上呢 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总需求增加 对吧 总需求增加这一条 始终是成立的 所以我们在讲长期的时候 货币注入的影响 实际上在短期当中 只需要做一点点修正 就是把这个产出不变这一条 去掉就可以了 所以仍然可以看到 总需求的增加 由于利率的变动 所以这个长期的短期很多地方是一致的 其实并没有矛盾 或者应该说是全部都是一致 否则这个理论就是一个问题 好 这就是总结一下刚才讲的这个 这很简单 增加货币就是次级总共给 所以我们有时候叫次级总共给 那次级总需求 减少货币呢 就是紧缩总需求 所以美联储在发生金威的时候呢 就要下调利率 实际上就是在次级总需求 好 我们简单的有一个政策的讨论 就是在我们看货币政策的时候 我们常常听到的 刚才也讲了 美联储 美国中央银行 他通常宣布的货币政策 都是利率目标 叫interest rate target 他不说我改变货币供给多少 美联储有两种改变货币政策的方式 一个是说 我宣布将货币供给增加10% 按照M0或者M1 这是一种货币增加 另外一种宣布方式是说 我把利率下调 0.5个百分点 或者0.25个百分点 或者0.75个百分点 那么我们遇到的情况呢 都是利率描述 比如说美联储是利率说 我把利率下调 那么我们学习了这个利率的这个 货币市场供求平衡以后 我们会说这两种描述方式 其实理论上讲是完全可以 等价的 对吧 当你说你要增加货币供给的时候 本身你想起到的作用 就是减少利率 所以我可以干脆直接就说 我减少利率 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之一是说 其实货币供给量 我很难控制得住 我说把货币供给增加10% 其实你很难控制 对吧 因为货币供给里边有 什么消费者的 什么持有现金的数量 这个银行攜带 这些问题 所以你的目标很有可能实现不了 对吧 你说我把货币供给增加10% 很难衡量 很难实现 对吧 而且消费者 这个老百姓也看不到 货币供给增加10% 可能要过了半年以后 统计局的数据上来以后 大家才能够判断 货币供给是不是增加10% 这很麻烦的这事情 对吧 但利率目标很明确 大家说利率相当0.25%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马上可以看得见 对吧 所以利率目标相对来说 更清晰 更透明 这个更容易理解 对吧 所以一般说来都是利率的目标 但是我们学了利率理论以后 我们知道 这两个之间 从理论上来讲 是完全可以等价 那么这个具体还更直接说 这个利率是什么利率呢 我们称为叫做一个联邦基金利率 因为利率是一个体系 对吧 有各种各样利率 有短期利率 有长期利率 对吧 这个股票债券 这都有隐含的利率 这个等等 所以针对美联储来讲 它不可能说 我把所有的利率都作为目标 这样也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 因为金融市场相互联系 当我影响其中一个利率的时候 其他利率会跟着发生变动 那么具体到美国来说呢 它的目标利率呢 是针对的叫一个叫联邦基金利率 叫Federal Funds Rate 那么更准确的说呢 是一个银行间短期贷款的利率 就是银行相互之间 就是银行相互之间 他们会进行一些拆借 这个银行今天发的贷款太多了 没有钱了 到别的银行借 或者其他银行存款比较多 贷款比较少 那么他们有个银行间的一个互相借贷的市场 那么在这个市场上 政府采取干预的措施 去影响这个市场之间 银行相互贷款的利率 那么进而对整个宏观经济的 这个总需求进行产生影响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方式来 真正的实施货币政策 当然具体的机制都是很复杂的 但理论上我们说都是 跟我们今天讲的是相一致的 这就是关于 货币政策 我们就简单讨论到这儿 这里面最重要的核心的 就是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理论 或者说一个供求图形 就是货币市场的供求图形 本身很简单 就是有个货币公司 有个货币需求利率决定 它难在什么地方呢 它要和总需求曲线相结合 我要通过货币供求理论 来推出总需求曲线会怎么移动 然后再往 还可以加难度 怎么加难度呢 我让你把总供给曲线也表示出来 对吧 所以这样呢 货币市场影响总需求 然后进而影响 短期的均衡 对吧 产出和物价水平 然后短期的均衡 进一步调整 会达到长期均衡 然后这个调整过程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个调整过程本身又会影响货币均衡 所以难在这儿 这两个市场不是单向的影响 不是说只有货币市场影响总需求 你进一步的分析 你会看到总需求反过来 也会影响货币市场 所以这两个图形是相互影响的 相互影响 所以这个地方最终会 会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分析 所以将来大家学中级宏观经济学呢 为了把这个问题简化怎么办呢 猜猜看他采取了什么办法来简化这个分析 有人猜不到就要 他再让你画一个图 所以听起来觉得很可笑 如果为了简化分析 我需要再画一个图 我不仅不能减少一个图 还要再画一个图 观经济学叫ISM模型 ISM模型 那我说有了这个图以后 你可以把这个过程简化一下 所以还是有三幅图的问题 三幅图大概是人类智力的极限 增加到四幅图 故意所有人都晕倒 所以就三幅图 红恩义最终有这个三幅图 所以这个将来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个地方分析呢 就只是到此 就是从图形的复杂程度就到此为止了 有一个货币供求 均衡有一个总供求 顶多把这两个图放在一起 但这个已经是 甚至比加一个图还要复杂 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好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